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安静的话题 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它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中国这个国家的这个人呢,搞的事情呢 就是一句话,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学习性的国家嘛 孔子老师在几千年以前讲过,学而是习之 学习是中国这个国家的 这个中文这个文化的最大的方法论 它都是学的 但是找像谁学习,这是个问题 学什么是个问题,是不是 所以在学习的这个命题上 中国这个国家的人向来都是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真的,几个意思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今天发生的一个现象 刚刚发生的一个现象 就是你看这个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一个唱歌的一个小姑娘 据说很有名啊,我也知道它的名字 虽然我已经早已过了这个听流行歌曲的年纪啊 你看我这个家里我花了好多钱买的是Hi-Fi音像 我只听古典,而且只听契约 我几乎不听人声 至于这个古典的人声我都不打听 我还别说听流行歌曲 但是我依然知道这个小姑娘的名字叫邓紫琪 小姑娘长得挺挺好看的啊,而且很可爱 感觉到她好像活在 第一次听听过她唱歌 听过她说的几句话 感觉这个小姑娘活在某一个想象的真空里面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香港人 后来以为她是台湾人 然后后来我发现她是上海人 哎呦,一下子我就对这个小姑娘就挺有兴趣 然后又看了几次发现她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话里话外公开的私底下都是很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子的 所以我一下子对这个小姑娘就抱着巨大一个好感啊 一直就听她的歌啊 听了好几首什么泡沫啊什么的什么的 我都觉得还行吧 我早年年轻的时候像她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是当过小歌手的 当然我是小小K字了 小人物了 歌唱的还不错的 但是我的声音线没什么特点 而且没有掌握 现在回头看了 我没有掌握唱流行歌曲的技巧 但是邓紫棋这个人的声音也是没有特点的 这没什么特点 但是她这个小姑娘我听过她这首歌 她特别会唱歌 她掌握了唱歌的某种非常有趣的技巧 中国的流行歌坛里面有几个人 声线都不好 包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李健 你见很多人说她是个音乐诗人 她的歌词写的真不咋地 但是她最大的特点就是 不知道哪天就通了关了都 就开了雾了 她就掌握了一种唱歌的技巧 可以在高音和低音真音真声和假声之间来回的穿梭 唱什么歌都没难题 都不在话下 这是聪明人啊 所以我就说点详话吧 说点安定话题 这个邓紫棋是掌握了唱歌的技巧的 真的 还有这个李健 他有些人唱歌是天生 天生他的嗓子就有特点 你听一遍你就记住 比如汪峰 比如崔健 他们这些人 你比如蔡琴 你听一遍你就记住他的声音 那太有特点了 当然这话扯远了 我为什么突然说到邓紫棋呢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她是个敏人儿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她最近卷人了一场国内的一场 这个窝里斗吧 我认为 其实不叫窝里斗 就是她这么一个小姑娘啊 人出无害的这么小姑娘 居然遭到国内的很多250的围殴 是个什么事呢 我也不大知道 然后我就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 啊 我一看明白了 就是现在呀 这个中共国的很多人呢 他学习嘛 他向西方学习 中国人这些年都是向西方学习嘛 200年之前开始 中国人都是向西方学习 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 永远都是记住 吃屎赶不上热的 所以我开始为什么讲这句话 就现在的西 中国有一批这个女性知识分子 一天到晚 他他妈不敢批评共产党 他他妈不敢批评习近平 他也不敢讲民主讲自由 他也不敢讲人权 他讲什么呢 讲女权 对不对 你要知道中国最大的 首先开始讲女权的是谁啊 是毛泽东 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 是不是 毛泽东最善于搞这些事情 毛泽东为什么要讲女权呢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说妇女半边天呢 他是挑动人和人的斗争 毛泽东先挑动农民和成人的斗争 然后挑动文盲和知识分子的斗争 然后挑动平民老百姓和官员的斗争 是吧 然后挑动画了一个阶级 地主跟富农斗 富农跟贫农斗 贫农呢又跟这个什么中农斗 这个城里的普通屌丝 跟这个小业主 跟资本家斗 把人画成很多的身份 这个所谓的女权这个话题啊 它是一个身份斗争的这么一个政治术语 这个术语从哪来呢 从西方来的 因为你看今天呢 在西方时候有很多人就搞这个事情 女权动物权 是不是 你想想吧 男人跟女人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男人和女人最后一定要什么呢 你是我骨头中的骨头 是肉中的肉 我们俩最后是要合为一体的 真正的家庭不应该有男权 也不应该有女权 而是两个人是彼此融为一体 两个人是生命的共同体 像我跟我媳妇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家没有任何隐私 我们家基本有男权 我们也没有女权 我们两个人天天生活着 钱也花不完啊 两个人感情又好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吵架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些没有任何的隐私 我们的银行账单 我们的信用卡 我们的邮箱密码 我们的银行账户 我们的这个各种微信什么的 随便看 我们都不大看 随便看 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完全融为一体 但是我们两个都是知识分子 是不是 我媳妇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 我是一小知识分子 我就跟你讲 你必须要超越这种女权的叙事 你才能寻觅到幸福的家庭的生活 你就记住了 这个邓子齐这个小姑娘 因为她有信仰 她知道 我刚才念的话是圣经你的话 你是我骨头中的骨头 肉中的肉 是不是 彼此相爱 融为一体 不要搞这些个破玩意儿 女权的叙事 是那些个流氓政客 故意挑动人跟人之间斗争的 这么一个政治话术 当年毛泽东之所以说 妇女半边天 是希望妇女站起来 跟那些个男人斗 没办法 今天的西方社会之所以 有女权 有动物权 有这个什么LGBT权 就各种各种难事儿 什么有色人种 什么种族主义 这些个词 都是毛泽东玩过的游戏 所以我看到有些人 居然把这些个 下三难的东西 又贩卖到中国 中国的这帮二百五 又开始谈女权 我跟你说 凡是谈女权的女人 每一个女人都是神经病 凡是谈女权的人 真正的温柔善良 才德的妇女 都不搞这些个事情 邓子齐这个小孩 绝对是价值观稳稳的 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真的为他担心的 很年轻 我不知道他什么年纪 应该也不年轻了 长得挺年轻的 像个小娃娃 像个洋娃娃 这种小孩 我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你就不应该参加中共的那些个难局 不应该跟这帮二百五去讨论话题 是不是 你就做你的事情 唱你的歌 把歌唱好就行了 你跟这帮人 他根本听不懂你在想什么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价值观 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面 你们之间的话是西同鸭讲 而他们的帮人呢 是一帮什么 是一帮土狗 完了以后呢 就是牛亡地痞 他喜欢围殴你 结果你邓子齐 最后就变成一个孤独的一个战士 你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因为中国根本不是 讲常识的地方 这种情况 为什么上了 我说这个土共中国 他是一个吃屎 赶不上热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的原话是中国人吃屎 都赶不上热乎乎 你说当年胡适跑到美国 他学不到基督信仰 学不到保守主义 他学的是多威的实用主义 完了以后 就拿着这个实用主义 在中国搞 搞搞搞 治国理政 结果被共产党打的是死去活来 是不是 你根本就没有学到人家的东西 比如说当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跑到德国 跑到欧洲留学 学什么 学到共产主义 学到共产党宣言 然后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 拿回来如获至宝 用共产党宣言指导中国 结果迎来一个土共中国共产党 把中国几千年的 虽然不咋地 但是总比共产党好点的文明 毁灭的荡然无存 神经病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鲁迅 我们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鲁迅 我也喜欢胡适 都是我过去的导师 我现在说起他 我还是心存感激 鲁迅的文字 绝对是我的永远的中文写作的标杆 我是说文字 胡适的这个问题意识 永远是我可以读的东西 但是他们的问题如此明显 你比如说这个鲁迅 跑到日本留学 学的是日本左派的 共产党的那一套 然后用左翼 所谓的左翼文学的那一套 在中国混的是风生水起 所以这些个在我们心目中 都是过去的大师 都是胡适 胡适是大师 鲁迅是大师 还有一些个翻译这个什么共产党宣言的人 都是一等一的知识分子 全都是一个特点 吃屎感不上热的 今天的中国好多这个知识分子 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 一天到晚贩卖什么女权主义 他他妈不敢批评共产党 他不敢批评政府 他不敢去拥抱这个终极真理 他一天到晚去搞这些妖娃子 他被人骗了帮人赎钱 是一帮蠢货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邓子协 如果有人认识邓子协 我是强烈建议邓子协 如果你舍不在中国 因为他是唱歌的人 你离开中国 你的歌唱歌的 你这个就没有市场了 就没有粉丝了 这个日子难过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 我是建议邓子协小朋友 应该是什么的 就唱你的歌 写你的歌词 是不是 你就当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不跟那帮土骨搅在一块 那帮人真是一个一个的 吃屎缺板酒 谢谢